圣约灵修 今日读经 诗篇十三到十五章 没有神就没有人 作者黎子虎传道 诗篇十四 一到二节 余万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们都是邪恶 行了可憎恶的事 没有一个人行善 耶和华从天上 瞅一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 只有当人犯罪时 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因为当人犯罪的那个时刻 他绝对不会想到上帝 就如警察打人时 不会想到上帝 至少在那个时刻 他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人 就如提摩泰凯勒所言 每种罪的实质 就是一种实际的无神论 人们就像上帝根本不存在那样的所恶 人们不是不相信上帝存在 而是不想上帝存在 或者最好上帝不存在 因为上帝如果存在 人类就要负伦理道德责任 就要向他负责交账 余万人就是自我中心的人 不愿意接受任何的管束 要自我主宰人生 自己定义人生价值 意义 上帝的存在是对余万人的否定 人的价值与意义来自创造的上帝 没有上帝的民族 社会 就没有人的存在 不论这个国家如何高调 以人为本 没有对上帝的认识 就没有对人真正的认识 人死了 人也就不见了 在一个政治优先的国家 我们不得不说 人的价值不是由政治决定的 若是由政治决定 人就是政治的工具 或者牺牲品 就会有 对待同志要像春风般温暖 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忍 换句话说 你今天享受春风的温暖 明天有可能面临秋风的残忍 人的价值也不是经济决定的 人绝对不是经济的产物 绝对不只是赚钱的机器 人的眼里绝对不能只能看到钱 鱼丸人不要上帝定义自己 统治者不要上帝定义自己的百姓 还要吞吃上帝的百姓 如同吃饭一样 他们绝对不能胜过上帝的百姓 因为上帝站在有神论这一边 人怎样才能认识人之为人尊贵 荣耀 诗篇十四章七节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 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 那时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只有被上帝救赎才能认识 人是上帝的形象 才觉悟到自己的尊严与价值 没有对上帝的敬畏 就没有对人的尊重 君王不是上帝 最高决策者也不是救世主 历史告诉我们 凡是以有罪之人为救助的国家或民族 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 百姓的生命一定如同草芥 原因在专志泽的眼中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存在 诗人深谙此理 即使在困苦无法感受上帝的同在 依然迫切呼吁上帝同在 诗篇十三一到二节里四次用到 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我的圣案 求你看顾我 应允我 使我眼目光明 免得我沉睡 致死 因他知道没有上帝 自己什么都不是 有人说 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没有人是安全的 我也要说 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家 没有人的存在 要么是政治的大寿 要么是社会的螺丝钉 要么是钱 权的奴隶 没有上帝的社会 人什么都不是 我们之所以在儿童节这天 走向街头 就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 我们认为胎儿是人 因为圣经这样定义 基督徒被警察粗暴对待 还能高喊 我们爱你们 我们今天来 不是因为仇恨 是因为爱 在基督徒的眼中 不论执法者如何野蛮 他们还有上帝的形象 因着对上帝的信仰与敬畏 而对他们表示尊重与爱 弟兄姊妹 我们在困苦中得胜的秘诀 迫切祷告 如同诗人大卫 他的哀求 甚至抱怨 都还是有神论者 我们现在困境中 不但呼求上帝 救我们脱离现今的苦处 也要求主 救我们脱离无神论 因为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鱼丸人 在面对不公不义时 很难想到 看到他们是人 此时我们需要恩典 需要成为真正的有神论者 就像大卫 他呼求 单单因神的救恩喜乐 单单因为他是神而歌唱 对苦难忽略不及 约伯如此 大卫也是如此 也是每位基督徒 当有的属灵状态 做一个有神论者 是我们一生的目标 有的属灵状态 有的属灵状态 也有的属灵状态 就像大卫 有的属灵状态 那是第一个人 都是属灵状态 感谢观看